人类在地球上是孤独的物种 还是有着其他的类人血清 我们的智慧与行为是否独一无二 净化的不同分支为何能够保留如此的相似性 我们的血清 自然密码 即将播出 给地球一个承诺做绿色生态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然密码 600万年来 我们区别于其他物种 而一步一步进化成了今天的人类 尽管如今人类看起来似乎越来越不同于其他的物种了 但科学研究发现 我们与黑猩猩以及窝黑猩猩有高达98%以上的基因具有相似性 从基因学的角度来看 四大类人猿是与人类最亲的 也是最近的亲属 今天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 我们的那些类人猿血亲们的生活正在不断的受到威胁 面对我们的扩张 他们还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危机呢 一个沸沸家庭注视着肯尼亚的纳库鲁湖 湖水高涨 碧波荡雅 这是一年中景色最美的时候 不过沸沸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欣赏风景 从这个小山坡上 他们可以看到火烈鸟群 观察它们一般在哪里聚集 纳库鲁湖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火烈鸟 碱性的湖水里蕴藏着丰富的食物 但是湖岸上也有可怕的敌人在等着这些鸟 非洲海雕在高空盘旋 搜寻群体中的老弱病残 而在地上 另一种捕食者也在等待时机 沸沸装备着最高端 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智慧 一只沸沸旋转对象 发起了攻击 灵长类动物的智慧和复杂的社会结构 有时候会让它们成为人类的敌对吧 时至近日 人类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掠夺着其中一个群体的生存空间 以致让它们濒临灭绝 这就是 内人缘 在刚果丛林的一片开阔地里 一只大猩猩守护着它的家庭 大猩猩是类人猿的四个种类中最为强大的一种 黑猩猩和窝黑猩猩也是这个高度进化的动物俱乐部的一员 科学家将它们归为黑猩猩树 第三个种类 猩猩树 由东南亚的两个长臂原品种组成 第四个种类 我们最为熟悉 就是人类自己 四百万年前 我们在进化道路上齐头并进 直到大约六百万年前 黑猩猩和人类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种群 这表明非洲类人缘 与人类的关系之近 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的想象 这种平行进化的一个结果是 人类与类人猿的DNA相似性超过百分之九十六 与现代大猩猩的相似性是百分之九十七点七 而至于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 这意味着 它们的DNA仅有百分之一点二三与我们不同 要知道 两个人类的DNA差异率至多可以达到百分之零点五 因此 它们与我们的相似程度令人惊讶 看到这些数据 有些人可能仍然不愿意相信这种亲属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只要血型相同 人类与黑猩猩是可以互相书写的 紧急情况下 医生会采用这种办法 黑猩猩和人类属于同一个家族 灵长类 鉴于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此之近 美国国家工程院曾经提议 将黑猩猩 窝黑猩猩和人类归为同一个种类 人属 然而 由于人类的存在 以及不加节制的行为 四种类人猿中的三种 已经面临灭顶之灾 长壁猿的两个品种 已经失去了超过80%的气息地 只能蜷缩在婆罗州和苏门达那的一些小区域里 大猩猩和黑猩猩 主要栖息在非洲的雨林中 如今赤道附近的动物保护区 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四种类人猿中的三种 岌岌可危 而与此同时 第四个种属 人类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我们已经把触角伸到了地球的 每一个生态系统 在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的一个动物园中 一群黑猩猩茫然地盯着前来观看他们的人群 这些黑猩猩已经在这个钢筋玻璃的牢笼里生活了三十年 他们彼此为伴 日复一日打发着无聊无趣的生活 对于黑猩猩如此聪明的动物来说 这样的囚禁生涯是毁灭性的 小尼雷尔只有一岁半 这个小姑娘只能透过玻璃观察外面的世界 不过幸运的是 她和群体的命运即将改变 等到巴伦西亚拜奥帕克公园开业时 这个老园就会关闭 其中的许多动物将被转移到新园 钢萨罗是雨林工程技术总监和热带协会基金会的成员 一直关注黑猩猩的生存状态 对所有需要转移的动物来说 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巨变 恩加巴 维多利亚湖中的一个小岛 这里为黑猩猩准备了另一种形式的围栏 一块窄长的陆地 通过电网与浓密的丛林隔绝开来 不过在这里 这样的围栏是为了挡住人类 这座岛屿的其他地方是黑猩猩的领地 所有这些黑猩猩都因人类而受过创伤 河边及非洲的很多其他动物保护区一样 恩加巴岛也是黑猩猩最后的避难所之一 他们都是政府从当地市场救回的 要么曾被养作宠物 要么曾因为偷猎沦为孤儿 这里有训养员喂养他们 不过岛上有一个新的群体等他们加入 也有雨林供他们齐息 这是仅次于野外的最好环境 我们建立恩加巴岛黑猩猩保护区的目的 是要通过半圈养的方式帮助乌干达的黑猩猩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因素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了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 他们就会彻底消失 其中一个主要的威胁 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 非洲的人口越来越多 乌干达也是一样 为了养活这些人口 森林被砍伐 开发成农田 或者建成人类定居点 这些破坏行为 让野生黑猩猩暴露在一个 他们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 激化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矛盾 进而导致他们在野外的数量急剧减少 黑猩猩与人类冲触不断 一个背井离乡 一个无处藏身 是什么原因 让双方成为共同的受害者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中 我们是否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血亲 自然密码 正在播出 因为偷猎活动而受创的黑猩猩 可以变得非常危险 因此 保护区专门辟出了一个区域 将其围住 供科学家 志愿者和游客使用 但是 在这个国家的内陆丛林中 并非处处都有这样的保护性围栏 于是 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生存战争 总是以 你死我活的形式上演 我们正在乌干达西南部的基巴莱国家公园寻找黑猩猩 进入黑猩猩的领地 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在靠近目的地时 向导提醒我们 黑猩猩与我们拍摄过的其他动物不同 它们成群出动 而且非常聪明 尽管模样可爱 但是力气大的足以打倒十个男人 我们出发了 周围的丛林 密不透风 让本来已经非常艰苦的跋涉更加困难 如果没有降到 很容易在这里迷路 终于目标出现了 此起彼伏的叫声告诉我们 第一群黑猩猩就在附近 黑猩猩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树冠上进食 它们对无花果似乎从来吃不腻 一天都会在上面花几个小时 让雨林腹地仿佛下起了水果雨 一只雄性发现了一个蜂窝 它兴高采烈地享用着甘甜营养的蜂蜜 一身厚毛替它挡住了愤怒的蜜蜂 丛林的树冠层是名副其实的食品库 黑猩猩日常食物的大部分都来自这里 他们明明听到我们来了 但却好像没有反应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真实态度 在雨林的树冠层下面 一个群体找到了一些坚果 黑猩猩的智商和社会性 使得它们与我们这个物种极为相似 在非洲的各个地方都有目击证据显示 黑猩猩会制作和使用工具 它们用石头敲开水果 削尖树枝来捕食小动物 用口水沾湿柔软的芦苇来诱捕蚂蚁 正是这样的智慧 让它们成为丛林中最强大最可怕的居民 当黑猩猩需要蛋白质时 它们就会去捕猎 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 雨林是它们的领地 正如简古德沃在坦桑尼亚的钢贝国家公园 所发现的一样 黑猩猩是捕猎专家 群体的各个成员各司其职 但是有团结一致 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 在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里 其余家庭成员各自分得的猎物的多少和品质 与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成正比 其他群体的黑猩猩也可能成为这些可怕猎手的食物 一个群体中的雄性会侵入其他群体的领地 挑出老弱成员 然后由组织地发起进攻 即使再强壮的个体也无法与整个群体抗争 猎手孤立开猎物 然后大开杀戒 几百年来 人类定居点都远离刚被黑猩猩的领地 但是如今这个公园已经被农田四面包围 种植香蕉 甘蔗和茶叶的农民在这里建起了村庄 人口数量更是逐年增长 这些穷困的农民经常进入公园寻找柴火 或者偷猎小动物 而这些小动物正是黑猩猩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在雨林中没有水果的季节 他们就成了黑猩猩的正残 由于人类的偷猎 黑猩猩不得不冒险 走出丛林 男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干活 所以 要是女人有了小孩 干起活来就比较麻烦了 他们不可能一边干活 一边抱着孩子 所以他们会把孩子放到一边 然后去干活 埋头劳动的时候 他们是看不到后面的 但是黑猩猩有时候会打小孩的主意 你知道 黑猩猩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他们不会直接跑过去 把小孩抱走 他们会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靠近 然后带走孩子 于是 许多农民抛下仅有的那点田产 背井离乡 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家人 他们卖掉自己的田 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去别处买田 他们买田的地方 一般离黑猩猩攻击他们的地方比较远 这为的就是 避免同样的事情 再一次发生 现实的情况 无论对当地农民 还是黑猩猩来说 都是一个悲剧 国家公园是贫穷地区 谋求发展的唯一希望 农民依靠他们在公园里采集到的资源为生 而由此造成的生态破坏 又迫使黑猩猩 闯进农民的庄稼地 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黑猩猩的栖息地遭到了破坏 随着人类砍伐活动的加剧 黑猩猩日益暴露在人类的面前 而人类种植的甘蔗之类的作物 也是黑猩猩爱吃的 当他们来到地里吃甘蔗的时候 他们就会和人类面对面碰上 有时候双方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人类想把他们赶走 因为他们偷吃了作物 但是黑猩猩也要保护自己 因为这里本来是他们觅食的地方 发起了攻击 黑猩猩攻击小孩的例子很多 受到攻击的多半 是在国家公园附近种地的农民的孩子 对于黑猩猩来说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寻找蛋白质了 而是寻找食物 甚至是最基本的食物 在芬基罗拉动物园 几只黑猩猩看着树上 瀑布里 狐狸和外来植物中的新邻居 这个群体从当地一个老动物园的小笼子 搬到了这里 在这个新家中 他们居住的环境完全模仿赤道与林 这个动物园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 结果整个家庭的成员猛增 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不得不离开 去建立新的群落 公园园长 热带协会的成员 弗朗西斯科 德埃西斯加西亚 正在观察这个群体 他已经为即将离开芬基罗拉动物园的成员 选好了新家 拜奥帕克 这个新园极大的考虑了动物的需求 在那里他们将与巴伦西亚老动物园的黑猩猩会合 除了人类之外 其他所有类人员都面临灭绝的险境 传统的商业捕猎一直威胁着类人员的生存 而如今他们又遭遇了一系列新的更大的危险 首当其冲就是赤道与林的破坏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估计 过去三十年 全球丧失与林面积最大的地区是钢果河流域 而且这里的水土流失情况持续恶化 四大类人员相继宾威 凶悍的外表掩藏着脆弱的心灵 囚禁三十年的家族重新踏上绿地 生态项目能否拯救星星与人类的共同家园 我们的血亲自然密码 正在播出 木材公司修建公路 通往了之前无法进入的丛林深处 而这里是许多类人员的家 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公路可能带来的危害 于是建起了栅栏挡住人类和汽车 但是大多数路段都是不设防护的 猎人们由此进入未经采伐的林地 不加选择的沙子动物 包括黑猩猩和大猩猩 人类沿着丛林公路建立定居点 也就是不久前的事 但是随着树木被砍光 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 为此他们砍倒小树 焚烧植被 将林地辟为农田 然而由于缺乏农业技术 收成少得可怜 其结果无非是让土质进一步恶化 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为生存挣扎的穷苦百姓 并不是这起灾难真正的远凶 在中非共和国 一位科学家耐心追随着一群西部低地大猩猩 安吉尼克托德 离开他的祖国英国 致力于研究大猩猩 多年来 他一直与一个项目合作 在德苍加桑格哈发展生态旅游 目的是创造替代性资源 以同时保护当地居民和丛林中的野生动物 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长期的实地调查工作 让安吉尼克知道 在第一世界国家行之有效的快速解决方案 在赤道的丛林中完全派不上用场 这里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方法 它既能维持当地村民的生存 又不破坏基本的生态 只有做到了这两点 雨林以及其中的居民 包括人类和动物 才算真正拥有了未来 木材公司倒闭的影响仍然存在 在拜严格 失业者大有人在 他们很穷 没有别的活路 只好去林子里偷猎 我们正在与一些公司合作 来解决这里的生存问题 木材公司也可以参与进来 只要他乐于发展生态旅游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觉得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 让木材公司开业 这里是乌干达布温迪近略区国家公园 山地大猩猩最后的庇护所之一 所有的大猩猩都生活在赤道非洲的丛林中 它们的两个种类分为四个亚种 各个亚种又分别由不同的群体组成 虽然外表吓人 但大猩猩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动物 除非你主动惊扰它们 生活在布温迪山上的三十个种群中 有五个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出现 这七十六只个体是公园生态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 开始持续地追随一个群体 就等于是开启了适应程序 你要每天接触这个群体 在适应过程中 大猩猩大致会经历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它们会对我们表现出好奇 你是谁呀 第二阶段它们会表现出害怕 因为我们一直跟着它们 那之后就进入了一个不太好的时期 它们会表现出攻击性 努力想赶走我们 过了攻击阶段 它们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对我们视而不见了 整个程序大概要用四到五年 第一个让不同低地大猩猩群体 适应人类存在的人 是西班牙灵长类动物学家 马达莱纳·贝美赫 多年来 它一直在刚果的洛西大猩猩保护区 进行实践 这里是低地大猩猩 成功适应人类的第一个区域 我们从1996年开始接待游客 事实表明 各个方面都进行得非常好 这不只是因为低地大猩猩 本身很吸引人 还因为在丛林中寻找这些动物 是一种非常刺激的活动 能够激发人们的挑战欲望 在丛林里观察低地大猩猩 是相当困难的 即使经验丰富的追踪者 也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让人难过的是 所有那些大猩猩 在完成马达莱纳·贝美赫的 适应程序后不久 都死亡了 罪魁祸首是潜伏在赤道 非洲丛林中的一种可怕幽灵 埃博拉病毒 贝美赫工作的保护区 共有2000只大猩猩 最终只有50只幸存 现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所有因素 都是利于大猩猩生存的 种种迹象表明 幸存的大猩猩 不会完全消失 我们高兴地看到 这里的大猩猩数量正在恢复 这是过去四年 我们通过详实的调查 得来的结果 我们对大猩猩的未来很乐观 但如果这个地区 再出现哪怕一个不利的因素 比如偷猎 结果都将是毁灭性的 这里的大猩猩种群 可能会因此灭绝 在贝美赫的大猩猩死亡后 生活在多鸡国家公园附近的坎果一家 成为了适应人类存在的唯一群体 再往南走 就是干果 民主共和国 这里的丛林 是窝黑猩猩 在这个星球上 唯一的家 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在刚果河隔岸而居 互不往来 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 窝黑猩猩 也被称为比格米黑猩猩 生活在河南岸的丛林中 而黑猩猩 则栖息在北岸 窝黑猩猩 是最不为人所知的类人猩 由于生活在一个战火频繁的国家 它们成为了第二宾威的品种 仅次于山地大猩猩 洛拉亚窝黑猩猩救助中心 是金沙萨附近的一个保护区 从当地市场救来的孤儿 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料 负责照顾窝黑猩猩猩猩的训养员 努力帮他们平复 失去家人的创伤 渐渐地 在训养员的关心和爱护下 窝黑猩猩组建起一个新的家庭 在保护这些鲜为人知的源后方面 洛拉亚窝黑猩猩救助中心 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心允许游客过来 与群体中最小的成员接触 以此让他们了解 人类最近的动物亲戚 并教育他们保护窝黑猩猩的必要性 今天是拜奥帕克的大日子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交集等待一个黑猩猩群体 第一次走出围栏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雄姓首领第一个出来 他很迷惑 一种他几乎已经忘却的本能 重新回到他体内 他想去河对岸瞧瞧 一个崭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 妈妈几乎已经忘记了青草 水 树木和石头的感觉 而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出生的尼兰尔 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些新鲜事物 拜奥帕克团队的成员 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 黑猩猩接受了他们的新领地 一个巨大的围场 从这里可以看到大猩猩 白猩猩 长猩猩 和非洲水牛 在这个人造的开阔地里 黑猩猩将慢慢回忆起 早已失去的知觉和本能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许能让游客进一步了解 他们的丛林家园 所面临的威胁和存在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 单单只保护某个物种 已经不起作用 唯有保护好整个生态系统 才能真正拯救他们 方法之一 是让人类熟悉他们 可能永远不会去游览的地方 用雨林的美丽和脆弱 来感动他们 第一步是激起他们的兴趣 吸引他们参与到保护活动中来 黄昏时分 恩加巴岛上的雨林 看上去如同着了火 几百万只苍蝇 从湖面聚集到陆地上 就像飘荡的烟雾 当地人对他们 已经习以为常了 恩加巴的黑猩猩 曾让当地渔民伤透脑筋 但是现在 由于利利·阿加诺瓦 及其团队的努力 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黑猩猩获得了一小块土地 而他们也为湖边的居民们 带来了收入 学校 医院 当然 还有未来 类人员正面临绝境 对于他们 以及与他们分享 同一片丛林的人类来说 解决问题的方法 似乎只有一个 源源不断的游客 将使野生类人员 创造利润 促进当地的发展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们 能否听到遥远的雨林 发来的讯息 我们能否大方到 与我们最近的动物亲戚 分享同一个星球 我们能否知道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冷漠 更能扼杀他们的未来 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 在随后的岁月里 类人员的命运 将有赖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为有一点非常清楚 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强大的物种 我们必须不计成本的采取行动 让人类非同寻常的血亲 能够继续在野外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人类的迅速发展 却使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变得越来越孤独 如今每一个类人员品种 都濒临灭绝 科学家们正在积极的努力 采用互利的方法 来解决人类与自己血亲之间的矛盾 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唤醒普通民众的意识 只有加强对其他物种的保护 做到和谐共存 未来人类才不会孤独的 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 好 给地球一个承诺 做绿色生态公民 亲近自然解码生命 明天同一时间 自然密码与您不见不散 险象还生的水下世界 无处不在的危险对手 历练怎样的非凡本领 究竟谁是他们的死敌 是神秘的异类 还是同一种群 冰火之旅 自然密码 明天播出 科学家将它们归为黑猩猩树 第三个种类 星星树 由东南亚的两个长臂原品种组成 第四个种类 我们最为熟悉 就是人类自己 四百万年前 我们在进化道路上 齐头并进 直到大约六百万年前 黑猩猩和人类分裂成了 两个独立的种群 这表明非洲类人缘 与人类的关系之近 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的想象 这种平行进化的一个结果是 人类与类人缘的DNA相似性 超过百分之九十六 与现代大猩猩的相似性 是百分之九十七点七 而至于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 这意味着 它们的DNA仅有百分之一点二三 与我们不同 要知道 两个人类的DNA差异率 至多可以达到百分之零点五 因此 它们与我们的相似程度 令人惊讶 看到这些数据 有些人可能仍然不愿意相信 这种亲属关系 那么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只要血型相同 人类与黑猩猩是可以互相输血的 紧急情况下 医生会采用这种办法 黑猩猩和人类属于同一个家族 人熟 然而 由于人类的存在 以及不加节制的行为 四种类人猿中的三种 已经面临灭顶之灾 长壁猿的两个品种 已经失去了超过80%的气息地 只能蜷缩在婆罗州和苏门达腊的一些小区域里 大猩猩和黑猩猩 主要栖息在非洲的雨林中 如今 赤道附近的动物保护区 是它们最后的避难所 四种类人猿中的三种 岌岌可危 尔鱼 一只沸沸旋转对象 发起了攻击 灵长类动物的智慧和复杂的社会结构 有时候会让它们成为人类的敌对吧 时至近日 人类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 掠夺着其中一个群体的生存空间 以致让它们濒临灭绝 这就是 类人猿 在刚果丛林的一片开阔地里 一只大猩猩守护着它的家庭 大猩猩是类人猿的四个种类中 最为强大的一种 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也是这个高度进化的动物俱乐部的一员 它们还将会面临 怎样的生存危机呢 一个费费家庭注视着肯尼亚的纳库鲁湖 湖水高涨 碧波荡雅 这是一年中景色最美的时候 不过费费来到这里 并不是为了欣赏风景 从这个小山坡上 它们可以看到火猎鸟群 观察它们一般在哪里聚集 纳库鲁湖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火猎鸟 碱性的湖水里 蕴藏着丰富的食物 但是湖岸上也有可怕的敌人 在等着这些鸟 非洲海雕在高空盘旋 搜寻群体中的老弱病残 而在地上 另一种捕食者也在等待时机 废废装备着最高端 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智慧 人类在地球上是孤独的物种 还是有着其他的类人血清 我们的智慧与行为是否独一无二 净化的不同分支 为何能够保留如此的相似性 我们的血清自然密码 即将播出 给地球一个承诺 做绿色生态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然密码 六百万年来 我们区别于其他物种 而一步一步进化成了今天的人类 尽管如今人类看起来 似乎越来越不同于其他的物种了 但科学研究发现 我们与黑猩猩以及窝黑猩猩 有高达98%以上的基因 具有相似性 从基因学的角度来看 四大类人猿是与人类最亲的 也是最近的亲属 今天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 我们的那些类人猿血亲们的生活 正在不断的受到威胁 面对我们的扩张 我们下期再见